天才训兽师惨遭狮子撕咬,最终不知身亡,现场观众有的落荒而逃,有的拍照记录,事发后网友纷纷发表评论,指出台上是被人驯服,做出各种滑稽动作的猛兽,而台下则是满眼红光,充满野心的观众,高下立判,到底谁才是真正的野兽呢? 35岁的伊斯拉姆沙辛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他从小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马戏团演员,在他22岁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亚历山大港的一家马戏团来到沙辛家附近演出,但沙辛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门票,所以他一直蹲在门口,远远地看着演出,马戏团在这个地方停留了几天,沙辛陷入了纠结,他非常渴望加入马戏团,但他什么都不会,正当马戏团即将离开的时候,沙辛急忙跑过去找到负责人, 并表示自己想要加入马戏团,他愿意为马戏团做任何事,甚至可以不要薪水,只要有一口饭吃就足够了,负责人看着眼前的年轻小伙,思考了片刻后决定给他一个机会,负责人决定先将沙辛作为学徒培养,万一能成为一名杂技演员,那就可以给马戏团带来更多的收入,即便不能成为杂技演员,还可以尝试其他的工作,就这样,沙辛开始了自己的马戏团生涯,随着时间的推移, 马戏团的负责人发现沙辛似乎很有天赋,于是负责人决定加大力度培养沙辛,开始让他尝试驯兽项目,面对马戏团中各种凶猛的野兽,沙辛又一次展现出了惊人的技巧和天赋,他的训练进度非常快, 仅一两年的时间,沙辛就好像拥有了魔法一样,无论多么凶猛的野兽,一旦来到沙辛的手中,都会立刻变得温顺,甚至还能听懂人类的命令,这让马戏团的负责人十分诧异,渐渐的沙辛有了一定的名气,很快他就成为了马戏团的台柱子, 他的表演技巧和独特的训兽能力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只要有他的演出,现场总是坐无虚席,如今沙辛已经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的这家马戏团工作了13年的时间, 他对驯服大型的猫科动物充满了自信,同时这家马戏团在当地也越来越受欢迎,然而训兽师也是最具有争议的职业,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早已不再满足人和马这样的组合,而是渴望更加惊险刺激的表演, 于是越来越多的马戏团开始想方设法地寻找猛兽,为观众提供最独特的表演,说起训兽师,人们常常觉得台上的训兽师对待动物和对待观众都非常有礼貌, 但大多数观众都只能看到舞台上的精彩表演,而无法看到幕后的真实情况,野兽就是野兽,想要让他们听话,训兽师往往会采取一些鞭子, 电棍或其他刺激手段让这些野生动物屈服在训兽师的鞭子下,这些动物无力反抗, 因为周围有无数名工作人员虎视眈眈的监视着他们,他们一旦做出危险的举动,就会遭受到更加恐怖的后果, 如果鞭打不起作用,训兽师会采取其他更加残酷的方式,比如说不让他们吃饭,不让他们睡觉等,直到把他们的野性完全磨灭,有人说这是一项残酷的工作, 但也有人对杀星可以游刃有余地指挥这些地球上最强大的掠食者而感到震撼,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拥有独特技巧的训兽师, 却不幸丧生在自己训养的野兽口下,实在是令人唏嘘,在亚历山大港的马戏团内,观众有机会近距离观看狮子,老虎,骆驼和蛇等野生动物的表演, 然而,这些动物经常被关在条件极差的环境中,它们几乎没有足够的空间进行活动,许多动物因为长期的受限而体弱多病,急需受医的治疗, 尽管如此,这家马戏团精彩的表演经常把观众逗得捧腹大笑,马戏团的老板因此赚得盆满钵满,马戏团的负责人也会因为他的受欢迎程度而选择继续运营, 2016年12月1日,马戏团里坐满了观众,大家都耐心地等待着表演的开始,随着主持人的抱牧声落下, 主角杀心登上舞台,跟随在他身后的是三只威风凛凛的雄狮,这三只狮子是马戏团前不久刚从南非抓来的, 每只狮子都重达200公斤以上,它们的气势让观众们的呼声更加高涨,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这样盛大的场面, 在训受狮杀心的手下,这些狮子表现得如同温顺的大猫一般, 它们一个个神情慵懒,丝毫没有百兽之王该有的凶狠,但它们并没有选择权, 只能默默地承受着这种被剥夺自由的命运,被囚禁在狭小的笼子里, 成为观众娱乐的工具,正如一些马戏团的演员所说,野生动物无法真正被驯服, 观众们正期待着这三只新狮子的表演,它们拥有浓密的鬃毛和强壮的肌肉, 甚至比训养员们都要高大威猛,但这些狮子的个性非常倔强, 其中一只曾经还攻击过一名饲养员,尽管如此, 该马戏团仍然继续使用这只狮子进行表演,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它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狮子会逐渐变得和其他野生动物一样顺从, 并适应表演时的要求,马戏团似乎更注重观众的期望和娱乐价值, 而忽视了这些野生动物的天性和需求。 表演开始了,杀星挥舞着手中的训兽棒指挥狮子们做出各种动作, 或是走毒木桥,或是钻火圈,这些人类都无法轻易完成的危险动作, 狮子们却相当熟练,还有两名训兽师也在竞技场内, 他们手持木棍,在一旁引导狮子们执行表演, 这些木棍是他们唯一的防御武器,如果出现问题, 他们没有备用的计划或者震惊机来应对一只具有攻击性的狮子, 整个演出长达一个多小时,但没有一个人感到乏味, 观众们都感觉意犹未尽,在演出的最后时刻, 杀星命令一只狮子张开嘴巴, 然后用训兽棒轻轻地抵住他的舌头, 向观众展示狮子锋利的牙齿, 这个瞬间让观众们感受到了狮子作为野生动物的威严, 与此同时,其他两只狮子坐在杀星身边, 俨然一副王者的气派,他们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杀星, 这时杀星挥动着他的训兽棒, 是以其中一只狮子向前迈一步, 另一只狮子爬上梯子, 第三只狮子则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等待下一个指令, 他的眼睛瞪大,尾巴微微甩动着, 突然间,不知是因为遭受虐待, 天生的攻击性还是受到了惊吓的原因, 第三只狮子向杀星扑了过去, 在那一瞬间,杀星的心跳加速, 他试图避开狮子, 但狮子的速度和力量超乎想象, 他用强壮的前腿抓住杀星, 尖锐的爪子深深地刺入杀星的肉体, 鲜血喷涌而出, 狮子本能地咬住了杀星的头部和脖子, 他张着血盆大口一次又一次地撕咬着杀星, 就在这时, 另一只狮子内心压抑已久的野性也被激发出来, 他两只后腿站立起来, 向杀星扑去, 杀星奋力抵挡着这两只狮子强大的力量, 渐渐地他感到体力不支, 最终被两只狮子击倒在地, 鲜血不断从他的伤口中涌出, 狮子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左右摇晃着头, 杀星拼命拳打脚踢, 抓闹着狮子的脸, 试图找到狮子的弱点让他松口, 但狮子的牙齿咬紧不放, 他无法挣脱出来, 在狮子凶猛地攻击下, 杀星的伤口不断扩大, 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困难, 每一次咬合都让他痛苦万分, 另外两名训兽师健壮急忙上前驱赶狮子, 观众们在台下目睹着这一幕, 片刻后, 音乐突然中断, 整个场馆中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人群逃离时的尖叫声, 瞬间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恐慌的边缘, 刹那间, 场内一片混乱, 有人拿起手机, 想要记录下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孩子们恐惧地瞪大眼睛, 当他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时, 父母迅速带着他们离开了座位, 拼命逃向场外的安全地带, 人们惊慌失措地奔跑着, 正向寻找逃生的出口, 只留下三名训兽师和三只凶猛的狮子在舞台上激烈地对抗着, 两名训兽师拼尽全力用手中的棍子刺向狮子的肋骨, 并猛击他们的背部, 但狮子并没有停下来, 他们继续凶狠地撕咬着沙心, 撕扯声, 血腥气味和嚼碎肉块的声音充斥着整个场馆, 沙心痛苦的呻吟声也混杂其中, 其中一只狮子紧紧地咬住沙心的肩膀, 疯狂地摇晃着头, 随后, 另一只狮子又将注意力转向沙心的喉咙, 沙心无助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 而狮子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 沙心的身体已经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和折磨, 然而, 沙心的同事们并没有停下, 他们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后, 继续用手中的棍子击打着狮子的身体, 试图解救沙心, 经过顽强的抵抗, 狮子停止了对沙心的撕咬, 狮子的下颗沾沾满了沙心的鲜血, 恐惧和绝望笼罩着整个场馆, 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他们带着急救设备, 拼尽全力试图止住沙心颈部血流不止的伤口, 沙心躺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动不动, 他没有说一句话, 眼睛紧闭, 呼吸微弱, 他的生命正在逐渐消失, 救护车立即将沙心送往亚历山大东部地区的阿达兰萨拉姆医院,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行动, 沙心的伤势极其严重, 他的头骨骨折, 脸部和颈部有明显的创伤, 胸部骨折再加上血流不止, 医护人员们迅速展开救治, 全力以赴地挽救沙心的生命, 然而不幸的是, 在经过几天的激烈抢救后, 沙心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不幸去世, 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社区, 沙心的离世对他的家人, 朋友和同事们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无法接受他如此突然的离去, 随着这起致命事件的发生, 沙心作为一名训兽师的照片也开始广为流传, 照片展示了他与狮子咬住同一根训兽棍的模样, 狮子的胡须轻轻触碰着沙心的下额, 显然他在这只大猫面前毫不畏惧, 这样的画面不禁让人们感叹沙心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同时也有人认为正是沙心无所畏惧的态度, 才导致了他最后可怕的遭遇, 在沙心离世后, 亚历山大港的马戏团被迫关闭, 所有活动暂停, 政府和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彻底的调查, 马戏团的负责人穆罕默德表示, 袭击发生时正值繁殖季节, 狮子进入了发情期, 再加上被人类逼迫着在观众面前表演, 这才会导致这些狮子的攻击性如此强烈, 然而这一说法并未平息人们的疑虑, 许多人认为这些狮子在被囚禁和表演的过程中受到了不当的对待和压迫, 或是被现场的音乐所吓到而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马戏团表演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娱乐形式, 有人觉得表演精彩绝伦, 有人则觉得对动物来说很残忍, 还有人在依靠这种充满争议的马戏团表演维持生计, 其实在很多年前, 人们对训兽的过程并不了解, 因此他们会成群结队地到马戏团观看表演,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训兽的真相, 许多动物保护者都开始站出来宣传抵制这种行为, 他们强调每个物种都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 猛兽应该生活在广阔的大自然中, 而不是被囚禁在狭小的笼子里, 成为人们娱乐的工具, 组织二人在12个小时内被同一只孟加拉虎生吞, 家属因惊吓过度也在当天去世, 事发后当地林业局出动了250人和五头大象组成的捕猎大队, 才将这头十人虎捕获, 它的余生或在笼子中渡过,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这起可怕的老虎袭击事件发生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的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位于纳加尔霍雷国家公园附近, 该公园是一个重点老虎保护区, 它占地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 虽然这一片保护区并不算广阔, 但却是许多野生动物的栖息地, 其中包括近300头的老虎以及大量的豹子, 柴、懒熊、亚洲巷、野牛等野生动物, 想要维持保护区的生态平衡, 则需要数百倍的食草动物, 纳加尔霍雷国家公园为这些野生动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资源和相对安全的环境, 使它们能够在这里繁饮生息, 该村庄的居民不得不与老虎共享同一片栖息地, 这对两个物种来说都存在着危险, 当发生老虎袭击事件时, 整个社区都会被这种威胁而感到不安, 居民们时刻提心吊胆, 担心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 土地的扩张, 野生动物和人类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 这种冲突不仅对人类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威胁, 也给野生动物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18岁的齐丹在位于村庄附近的一家咖啡种植园工作, 这片种植园是印度咖啡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当地居民的重要经济来源, 这里的咖啡豆以其独特的风味和高品质而闻名, 然而,对于这里的工人来说, 在这家种植园工作是存在风险的, 工人们不仅需要长时间的辛勤劳作, 还面临着潜藏在周围丛林中眼镜蛇和老虎的威胁, 而且种植园主很少对工人的伤害或疾病给予赔偿, 这使得工人们在面对意外伤害时承担了较大的风险, 此外工人们每天只能在午饭时间休息一个小时, 并且没有新鲜的水源可供食用, 工人需要在工作期间自带水平, 这种缺乏基本资源的状况给工人们带来了额外的困扰, 但为了维持生计, 他们只能忍受这些不便, 每年的11月至3月是收获的季节, 这段时间对于种植园的工人们来说是最为关键和繁忙的, 种植园主会要求工人在较短的时间内采摘完所有成熟的咖啡豆, 工人们会经历体力和心理上的巨大考验, 然而,对于齐丹来说, 他已经逐渐习惯了这种高压力的工作环境, 多年的经验使他学会了如何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保持高度的效率, 齐丹属于切诺克库鲁巴部落的一员,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 该部落的大多数人都被逐出了他们的家园, 为了给老虎保护区留出空间, 他们被迫搬迁到保护区之外, 这些人曾经都是自己自足的农民, 但现在他们被迫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 都像齐丹一样在咖啡园里采摘咖啡来维持生计, 生活在该部落的村民们经常成为老虎袭击的受害者, 老虎会将他们的家畜视为容易捕食的猎物, 尤其是山羊和绵羊经常成为这些猛兽的目标, 牧羊人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不得不匆忙逃离, 而当他们返回时, 常常会发现许多羊受伤或被老虎袭击致死的惨状, 生活在老虎保护区的阴影下是一种极其艰难的生活, 尽管有时会对袭击的老虎进行麻醉和重新安置, 但这种临时的措施只是为了给下一只老虎腾出空间, 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问题, 这种持续的冲突对该部落的村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 他们在家园被剥夺的情况下, 不仅要面对艰苦的劳动条件, 还要担心老虎的袭击。 2023年2月12日傍晚, 一只老虎逃离了当地的自然保护区, 在附近的村庄中遇见了正在咖啡园收割的齐丹, 这只老虎在咖啡树间徘徊, 而齐丹仍沉浸在工作中, 专注地挑选着饱满的咖啡豆, 他并没有察觉到那只潜伏在附近的老虎, 老虎静静地观察着齐丹的一举一动, 突然老虎略微低下身子, 开始向前移动, 悄悄地靠近毫无戒备的猎物, 他的脚步轻柔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声响, 每一步都像是踩在柔软的棉花上, 当他听到另一名工人的声音时, 他迅速停下脚步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确认自己没有被发现, 确认安全后, 他继续沿着一排树木移动, 巧妙地隐藏在树荫中, 落在种植园地面上的阳光掩盖了老虎的身影, 完全没有一丝声响, 这只老虎展现出了真正的狩猎高手的本领, 他的肌肉紧绷, 目光锁定着齐丹, 准备随时发动攻击, 当老虎距离齐丹只有鸡米远时, 他突然扑向齐丹, 齐丹的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摔倒在地, 老虎的爪子深深地刺入齐丹的肺中, 使他痛苦男人喘不过气来, 片刻后, 老虎又紧紧地咬住了齐丹的脖子, 齐丹奋奋力反抗, 但他被老虎的力量所压制, 无法挣脱, 鲜血从他的脖子喷涌而出, 齐丹感到自己的视野模糊, 渐渐地他失去了生命体征, 老虎在咬死齐丹后, 满足地低吼了一声, 随后老虎叼起齐丹的一条腿迅速拖走, 身后留下一道鲜红的血痕, 周围的同事们目睹了这一幕, 当场被吓得不轻, 有的夺路而逃, 有的拿起身旁的工具本能的滋味,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老虎就已经消失在了树林深处, 齐丹被老虎抓走的消息很快传开, 林业官员听闻后立即行动, 他们第一时间联系了齐丹的家人和邻居, 邻居们纷纷带上防身的家伙, 出发寻找齐丹的下落, 他们进入国家公园边界附近, 穿越茂密的树林, 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 大家终于在一处草丛中发现了齐丹的尸体, 齐丹的身体已经被老虎啃食了一大半, 残缺的肢体让人不忍直视, 齐丹的家人们看到这副景象痛不欲生, 事发后林业部门的官员亲自前往齐丹的家中, 并送上了一张价值约2万元人民币的抚恤金支票, 这一举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齐丹家人的经济困境, 同时也表达了对齐丹的哀悼, 根据印度的传统, 人们通常会在死亡后的24小时内对亲人进行火化, 当天夜里, 齐丹75岁高龄的祖父拉朱亲自为齐丹筹筹备葬礼, 他和家人一直忙碌到深夜, 悲痛笼罩着整个家庭, 然而谁都没有预料到, 对于这个家庭来说, 恐怖并未结束, 老虎吃人的惨剧将再次上演, 第二天早上6点30分左右, 齐丹的祖父拉朱早早地起床, 打算到外面去透透气, 然而, 他没有料到之前吃掉齐丹的那只老虎并没有离开, 反而杀了个回马枪, 他趁着夜色一路潜伏进了村庄里, 拉朱刚走出门没多远, 就听到林子里传来一阵一响, 他立刻停下脚步, 警觉地环顾四周, 突然, 这只老虎从茂密的树林中窜出, 向拉朱扑来, 拉朱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 但老虎强大的力量迅速将他击倒在地, 老虎凶猛地咬住拉朱的脖子, 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嵌入他的肉体, 拉朱拼命挣扎着, 试图进行抵抗, 但他毫无还手之力, 他的身体颤抖着, 呼吸急促而困难, 不断涌出的鲜血染红了他的衣服, 老虎继续施加压力, 拉朱渐渐地彻底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只能任由老虎猛烈的攻击在漫长的折磨中, 拉朱的眼神逐渐失去了光彩, 再也没有了呼吸, 最后拉朱的尸体再次被老虎无情地拖走, 当拉朱的死讯传开时, 他的家人们瞬间哭成了泪人, 他们的心如刀割, 其中一位名叫贾亚拉曼的女性亲戚, 更是被连续两次的噩耗惊吓过度, 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就去世了, 整个家庭陷入更深的绝望之中, 负责维护保护区的林业部门 因没有在第一次事件发生时 立即采取行动搜寻老虎, 而受到了当地居民的严厉批评, 居民们认为, 如果他们当时能及时处理这个问题, 也许还能挽救拉朱的生命, 然而林业部门为了自便, 声称当天天色已晚, 他们原本计划在第二天派出搜寻队, 但对于拉朱来说, 那已经太晚了, 不到12个小时, 其单家被老虎连续吃掉两人, 吓死一人, 这一消息彻底激怒了当地的官员和民众, 大家紧急召集在一起商讨对策, 最终分析得出, 吃掉其单祖孙两人的老虎应该是同一只, 并且年龄较大, 失去了捕食野生动物的能力, 当野生老虎接近生命的尽头时, 它们的身体状态会变得较为脆弱, 身体机能开始衰退, 速度也会减慢, 猎杀能力也逐渐减弱, 这就使得老虎更加依赖于一捕食的目标, 而人类往往就会成为它们的猎杀对象之一, 与猎杀家畜相比, 更为容易,因为人类往往不会采取相应的防御措施, 这种情况下, 老虎可能会误认为人类是一捕食的目标, 或者将人类视为威胁而进行袭击, 所以这只老虎才会铤而走险跑到附近村庄捕食人类, 村民们在寻找拉猪的遗体时发现, 其单和拉猪被吃的地点相距不到500米, 而且都位于国家公园保护区附近, 因此,沿着保护区的边界进行搜索, 应该能够找到这只食人虎的踪迹, 之后林业官员又进一步强调, 这只老虎已经吃掉了两个人, 这表明他的潜意识里已将人类列入了他的食谱, 如果继续任气留在野外, 会对附近的村民造成巨大威胁, 必须尽快抓捕到这只老虎,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 林业局火速征掉了250名员工和官员, 其中还包括6名兽医, 他们具备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并且对于使用麻醉药物和相关设备有着深入的了解, 能够准确地判断和控制剂量, 确保在捕捉过程中不会对老虎造成过多的伤害, 并召集了大批村民, 他们带了三个兽笼, 大量的捕猎工具和武器, 甚至调来了五头大象作为支援, 这只庞大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 去追捕这只食人虎, 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 这只捕虎大队还在保护区的边界布置了25个摄像机, 希望通过监控录像获得老虎的行踪,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梭在茂密的灌木丛中, 搜寻着这只捕食者的藏身之处, 正如大家之前所猜测的那样, 这只食人虎并没有逃得太远, 在搜寻的过程中, 他们通过一台摄像机看到老虎在一个巨大的混凝土管内, 悠然自得地躺着, 似乎对外界的追捕毫不在意, 2月14日, 捕虎大队在保护区边界的一根水泥管内将它堵住, 他们使用麻醉枪击中了目标, 当老虎昏迷并倒在地上时, 团队成员迅速行动, 他们使用特制的担架和绳索, 小心翼翼地将老虎抬到吉普车上, 随后, 老虎被转移到库立动物保护救援与康复中心, 这个中心拥有专业的设施和专家团队, 这只老虎会在这里接受进一步的观察, 治疗和适应过程, 经过林业官员的鉴定, 这是一只雌性孟加拉虎大约13岁, 在平均寿命12到14岁的野生孟加拉虎里, 他算是相当年迈的了, 由于他的年龄和袭击人类的经历, 可能无法再回到野外国自由的生活, 这只老虎的鱼生可能会在动物保护中心的笼子中度过, 兽医和专家会密切监测他的身体状况和行为反应, 确保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 现在这只致命的食人虎已经从野外转移走, 这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丝安全感, 他们终于可以放下心中的担忧, 暂时远离老虎的威胁, 这次的老虎食人事件, 是当地发生的第七起大型猫科动物袭击人类事件, 之前的袭击大多数是由豹子造成的, 由于当地村落距离保护区较劲, 时不时就会有大型猫科动物离开保护区, 与附近的居民发生冲突, 为了预防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当地林业部门正在寻找更有效的应对策略, 史上最聪明的食人师, 短短两个月吃掉六人, 他的聪明和狡诈使猎人们束手无策, 这只食人师也成为了姆夫韦的传说, 似乎无人能够抵挡他的威胁, 成功捕获后他的尸体被制作成标本, 陈列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姆夫韦是赞比亚东部的一个小村庄, 也是通往南罗安格瓦国家公园的入口, 如今姆夫韦是一个备受欢迎的旅游地点和野生动物保护区, 其最著名的景点包括野生动物园, 民宿和露营地, 在那里游客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大象, 在1991年的夏天, 两个男孩计划在太阳下山前到平原上玩耍, 他们本应在夜幕降临前返回村庄, 但他们玩得太开心了, 完全忽略了时间随着夜幕的降临, 他们意识到周围景色开始变暗, 于是他们开始返回村庄, 因为担心受到父母责备, 他们在回家的路上不断思考着解决办法, 并计划在未来几天再次出去玩,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此时有一只致命的捕食者隐藏在草丛中, 正悄悄地观察着他们, 这只捕食者耐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准备发起致命的攻击, 当两个男孩走到一条分岔路时, 一只巨大的狮子突然窜了出来, 将其中一个男孩撞倒在地, 还没等男孩反应过来, 狮子就迅速咬住男孩的脖子, 在短短几秒钟内夺去了他的生命, 另一个男孩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朋友被残忍杀害, 他感到极度震惊和恐慌, 于是撒腿就跑, 想要寻求帮助, 他在黑暗中拼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奔跑, 在跑了很长一段距离后, 他找到了巡逻员, 并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紧急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方携带者枪支立即赶到袭击现场, 但为时已晚, 狮子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男孩破烂的衣物和头骨碎片, 这个年轻的男孩是这只诗人狮的第一位受害者, 也是他恐怖袭击的开始, 大约30天后悲剧再次上演, 一名妇女正在村庄的郊区采摘草药和木柴, 采集完毕后, 女人准备回家, 但是这天晚上, 一个不速之客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回家, 突然, 一头巨大的狮子窜到女人的门前, 用强大的力量降门撞倒, 然后迫不及待地闯入了他的家, 女人猝不及防, 还没来得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狮子就迅速扑向他, 用锋利的牙齿撕咬着他, 就像对待那个男孩一样, 女人拼命挣扎想要把狮子甩开, 但狮子庞大的体型和突如其来的袭击占据了优势, 很快他的伤势变得过于严重, 鲜血不断涌出, 疼痛几乎让他无法忍受, 除了无助地躺在那里, 他无法做任何事情, 最终狮子夺去了他的生命, 并享用了这顿可怕的盛宴, 残忍的狮子在他的家中留下一片凄惨的景象, 饱餐后狮子满足地舔食着自己的利爪扬扬长而去, 警方赶到现场后, 开始在房子周围的灌木丛中寻找狮子的踪迹, 虽然他们没有找到那只狮子, 但他们发现了这名妇女的遗体, 她的头和胳膊被残忍的肢解, 无序地散落在灌木丛中, 而狮子已经吞噬了他的其他部位, 警方和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和愤怒, 他们对这只狮子的凶残行径深感不安, 妇女的遗体被他的亲人埋葬, 但这只狮子仍逍遥法外, 就在第二天晚上, 一位年轻男子和他的朋友计划在夜幕降临时, 悄悄离开家出去玩, 当其中一位年轻人前往约定地点时, 那只狮子突然跳了出来, 瞬间将它撞倒在地, 狮子锋利的牙齿深深嵌入男子的肉体, 它不断地撕咬和抓脑, 男子的惨叫声在黑暗中回荡, 值班的巡逻员听到袭击的声音, 立刻采取行动, 朝着空中开枪警示, 狮子受到惊吓, 迅速消失在茂密的草丛中, 年轻男子痛苦地躺在地上, 血流不止, 他被立即送往医院, 但由于男子的头部和颈部撕裂严重, 导致失血过多, 最终不幸身亡, 这只凶猛的狮子再次夺走了村庄里的一位居民, 不幸的是, 这个故事还未结束,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又有三个人在这只狮子的魔爪下失去生命, 其中一位是村庄里的一名年轻女子, 这只狮子和往常一样潜伏在草丛中,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就在此时, 当地的巡逻队来到这位女子家, 提醒他注意这些袭击事件, 但狮子并不惧怕这些巡逻员, 并在他们面前扑倒了这位女子, 女子来不及反应, 巡逻队也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到, 在混乱中, 其中一名巡逻员迅速向空中开了一枪, 试图吓退狮子, 另一名巡逻员也紧随其后开枪射向狮子, 但已经来不及了, 狮子已经给这位女子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巡逻员们无能为力, 最终女子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去世了, 到目前为止, 这只识人狮已经夺走了六个村民的生命, 当地警方推测这头识人狮是雌性狮子, 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击败这只凶残的野兽, 面对这个威胁, 政府决定进行短暂的狩猎行动, 削减当地狮群的数量, 1991年8月, 他们随即选择了几只雌性狮子进行射杀,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控制袭击事件的发生, 然而,不管他们怎样努力, 袭击仍在继续, 诗人狮的最后一位受害者是来自长佐村的, 名叫杰斯林的妇女, 自从杰斯林听说这些袭击事件后, 她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 没有人知道狮子下一次会在何处发动袭击, 这种不确定性让人感到不安, 晚饭后, 杰斯林将刚刚换好的衣服装进袋子, 计划第二天一早带到河边清洗, 收拾完后她躺到床上渐渐进入梦乡, 当她正在熟睡时, 狮子悄无声息地闯入了杰斯林的房间, 她用牙齿和利爪将她从床上拖了下来, 杰斯林痛苦地尖叫着, 恐惧和绝望充斥着她的心灵, 她拼命地呼救, 但无论她如何努力, 都无法抵挡狮子凶猛的力量, 狮子无情地刺穿她的喉咙, 杰斯林的叫声戛然而止, 随后狮子将她拖入丛林深处, 贪婪地吞食着杰斯林的肉体, 满足后迅速逃离现场, 每一次袭击都使村民们感到恐惧, 而狮子却变得越来越自信和狡猾, 这一次, 她似乎不再满足于单纯的吞食猎物的肉体, 到了第二天下午, 狮子又回来了, 村民们惊恐地看着这只巨大的狮子, 大摇大摆地穿过村庄, 进入杰斯林的小屋, 她在里面待了几分钟后, 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 嘴里还叼着杰斯林装脏衣服的袋子, 不知是何原因, 狮子将她的脏衣服带进丛林, 也许是被上一顿食物的味道所吸引, 又或许是想要把它作为战利品来彰显自己威力, 杰斯林的邻居们敲打着锅碗瓢盆, 试图吓走这只狮子, 然而, 村民们的举动使狮子更加警觉和兴奋, 狮子从容地将袋子放下, 然后抬起头, 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围, 发出一声威武的吼叫, 仿佛是在向村民们宣示自己的地位, 又仿佛是在向村民发出挑战, 期待有人敢与它对抗, 当然, 没有人敢站出来, 狮子满意地捡起袋子, 昂首阔步地走进灌木丛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有人看到这只狮子像一只猫一样玩弄着袋子, 它会用爪子拍打袋子, 然后猛扑在袋子上, 将袋子卷起来, 村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所看到的景象, 他们猜测这只野兽绝对不是一只普通的狮子, 而是一只邪恶的恶魔, 它通过玩弄袋子来施展咒语, 狮子疯狂屠杀的行为引起了世界各地专业猎人的关注, 他们决定实施各种解决方案, 以应对这个具有威胁性的捕食者, 第一个试图消灭狮子的猎人是一位来自日本的赏金猎人, 他在整个地区布下了陷阱, 持续数周地追捕这只狮子, 但最终未能成功, 令人费解的是, 这只狡猾的狮子似乎将猎人当作自己的玩物, 仿佛早已冻戏了他们的每一个动作和意图, 当地的狩猎者阿德里安卡尔决定冒险一事, 他效仿第一个猎人的做法, 设置了诱饵并搭建了一个隐藏点, 希望能够吸引那只狮子, 他将一具动物的尸体悬挂在三米高的树上, 然后躲在不远处的隐藏点后面, 一天晚上, 当阿德里安正在等待时, 他突然听到狮子的脚步声正在靠近诱饵, 随后他能清楚地听到狮子啃咬诱饵的声音, 于是他决定先让它吃一会儿, 然后再开枪射击, 大约二十分钟后, 阿德里安打开探照灯, 清晰地看到这只巨大的狮子两腿站立, 咀嚼着诱饵, 他用步枪瞄准狮子, 但灯光的存在使狮子逃进了附近的黑暗中, 最终阿德里安也未能成功捕获这只狮子, 直到猎人维恩或赛克的出现, 母夫为食人狮终于迎来了他应得的结局, 维恩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职业猎人, 他在私人狩猎之行中听说了这只狮人狮的袭击事件, 巧合的是, 他的狩猎队在干涸的河床上发现了狮子的玩具, 杰斯林的袭袋, 维恩和队友布查斯立刻进入状态, 他们设置了一个由袭袋组成的陷阱, 并在其中摆放了大量的河马肉, 随后他们躲在附近的隐藏点, 静静地等待狮子上钩, 这场狩猎并非一事, 他们在隐藏点耐心等待了近三个星期, 然而这只狮子就好像知道它们的存在一样, 它经常围绕着诱饵转圈, 似乎对诱饵并不感兴趣, 猎人们多次移动隐藏点的位置, 试图捕捉这只狮子, 但每当它们移动时, 这只狡猾的狮子总能从它们的眼皮底下溜走, 并夺走诱饵, 因此, 它们不得不再次设置新的诱饵, 重新尝试捕捕捉, 这场大猫与猎人之间的较量持续了数周, 狮子如此难以琢磨, 以至于维恩开始相信它真的是一个恶魔, 后来他意识到狮子会利用它们移动位置的时间将诱饵偷走, 为了让狮子放松警惕, 维恩和队友决定伪装自己, 他们先建造了一个掩体, 并在那里留下诱饵, 然后其中一个人先埋伏在那里, 另一个人假装狮子已经识破了它们的意图, 故意放弃狩猎返回村庄, 让狮子误以为猎人已经失败了, 而实际上, 还有一人仍在等待着狮子的出现, 果然, 这个计划奏效了, 狮子在看到一个猎人沮丧的离开后, 他放松了警惕, 毫无戒备地朝幼儿走去, 然而, 当他接近幼儿时, 突然转身咆哮起来, 因为他闻到了人类的气味, 狮子意识到自己上了当, 他迅速朝猎人的方向冲过去, 但维恩已经做好准备, 他抬起步枪, 瞄准并扣动扳机, 一声枪响, 子弹准确地命中了狮子的左肩, 狮子疼痛地倒在地上, 他愤怒地挠动着爪子, 维恩并没有浪费时间, 马上再次开枪, 终于这只母妇为食人狮被打败了, 村民们纷纷赶到现场, 对着狮子的尸体吐口水, 并用棍子击打他, 恶魔终于离开了, 他们不会错过庆祝的机会, 当地的巫师在狮子的尸体上进行了仪式, 以确保他所谓的自然力量被彻底驱散, 最终母妇为食人狮被制作成标本, 与他最喜欢的玩具, 杰斯林的席带一起陈列在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 直到今天, 我们仍能在博物馆见到他们, 而杀死狮人狮子的维恩, 在2009年的回忆录《母妇为食人狮》中记录了这一件事, 尽管狮人狮出现的概率很低, 但由于它可怕的本质, 它们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传说, 也是孩子们的一个睡前故事, 提醒它们不要玩得太晚, 更不要忽视后方跟踪者的危险, 尽管现在的安全措施在不断加强, 但狮子仍是致命的捕狮者, 被美洲狮盯上有多可怕, 这个视频你将会看到两起美洲狮食人事件, 从英勇母亲喂救六岁儿子, 被美洲狮撕咬致死, 到美国女子突然失踪, 被找到时她已被美洲狮活活咬死在树林里,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喀斯卡特山脉, 一名年仅六岁的男孩和家人在野外骑马时, 一只美洲狮突然从附近的灌木丛中冲了出来, 一口咬住了男孩的头和脖子, 男孩的母亲为了保护孩子, 赤手空拳与美洲狮进行搏斗, 亲手救出了本已落入狮口的孩子, 然而, 在这场生死搏斗中, 她自己因伤是过重不幸去世了, 男孩被紧急送往医院, 她的头部前前后后缝合了70多针, 此外还需进行牙齿下颌骨矫正手术, 以恢复正常的咬合功能, 36岁的辛迪·佩洛林市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普林斯顿医院的心理咨询师, 同时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辛迪经常带着她的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探险, 普林斯顿是一个位于温哥华以东193公里处的小城镇, 那里有大量的荒野可以探索和狩猎, 1996年8月19日, 辛迪决定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大卫, 梅丽莎和史蒂芬起码进入喀斯卡特山脉, 这片崎岖的地形是鹰, 鹿和美洲式的家园, 辛迪和孩子们沿着小路前行, 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偏僻的营地, 他们打算在那里与辛迪的另一个儿子和丈夫会合, 孩子们兴奋不已, 因为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骑手, 在狩猎季节期间, 辛迪通常会带着一支步枪, 将其牢牢地捆绑在马鞍上以应对突发情况, 然而, 由于这次距离狩猎季节还有几周才开始, 辛迪就将步枪留在了家里, 他们一行人沿着崎岖的小路缓慢前行, 欣赏着山脉的壮丽景色, 一起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 几分钟后, 他们来到一条弯道, 马匹犹豫了一下, 辛迪轻轻催促着自己的马继续前进, 但他拒绝了, 辛迪抚摸着马的脖子, 接着又回头看了看身后的三个孩子, 他们的马也静止不动, 甚至不停地上下摇头, 马似乎感受到了一股不寻常的气氛, 辛迪环顾四周, 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微风吹拂着马匹不安地撕鸣着, 突然间, 从附近的灌木丛中传来撞击声, 辛迪不禁心头一紧, 他转过头去, 只见一只美洲狮正朝着他六岁的儿子史蒂芬扑去, 第一次美洲狮并没有击中史蒂芬, 而是抓住了马的脖子, 美洲狮重重地摔在地上, 随后他再次发动攻击, 这一次美洲狮抓住了史蒂芬的腿, 他的鞋子和袜子都被扯掉了, 受到惊吓的马直立起来, 将史蒂芬摔到了地上, 美洲狮见状立即冲向史蒂芬开始撕咬他, 场面一片混乱, 辛迪毫不犹豫地跳下马, 并对着美洲狮大声喊叫, 随后他从附近的树上折下一根树枝, 辛迪手中紧握树枝, 猛烈地击打着那只美洲狮的背部, 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 保护他年幼的儿子, 然而, 美洲狮并未因此而停止攻击, 他继续撕咬着史蒂芬, 不顾辛迪的攻击, 辛迪心如刀脚, 母亲的本能驱使着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孩子, 没过多久, 美洲狮松开了对史蒂芬的撕咬, 辛迪痛苦地呻吟着, 但他没有放弃, 他用最后的力量高声呼喊大卫和梅丽莎去救史蒂芬, 大卫和梅丽莎立即从马上跳下来, 紧紧抓住史蒂芬, 史蒂芬的马因受到了惊吓, 拼命逃向荒野, 辛迪在地上蠕动着, 试图阻止美洲狮的攻击, 但美洲狮锋利的爪子一次又一次撕扯着辛迪的身体, 然而, 美洲狮并不满足于这样, 他又开始用牙齿撕咬辛迪的脸和胸部, 辛迪的视野变得模糊, 大卫和梅丽莎背着史蒂芬艰难的下山, 史蒂芬的伤口流血不止, 她的头皮被撕裂, 脸上血迹斑斑, 大卫和梅丽莎没有回头的勇气, 他们匆忙穿过崎岖的地形, 来到一个停车场, 此时母亲辛迪的呼喊声已经逐渐消失, 11岁的梅丽莎留在停车场照看史蒂芬, 而13岁的大卫决定去附近的一个露营地求助, 大卫大声呼救, 一个名叫吉姆·马尼恩的露营者听到了呼救声, 他急忙跑了过来, 吉姆了解情况后, 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 先将史蒂芬送往医院, 随后他带着大卫坐上皮卡车, 飞驰上山去寻找辛迪, 袭击已经发生了一个小时, 大卫不知道他们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象, 皮卡车在颠簸中向辛迪驶来, 到达袭击地点后, 吉姆猛踩刹车, 随后跳出车外, 他们四处张望, 突然听到从附近灌木丛中传来的呻吟和哭声, 辛迪仍在顽强地奋力抵抗, 这只重达30公斤的美洲狮正试图将他拖走, 吉姆举起枪, 但由于现场一片混乱, 他担心误伤辛迪, 所以他朝地上开了一枪, 试图吸引美洲狮的注意力, 接着, 他开始向美洲狮扔石头, 不停地干扰他, 直到美洲狮将注意力转向吉姆, 美洲狮的嘴边被鲜血染红, 他紧盯着吉姆, 慢慢地靠近他, 大卫健壮, 迅速向后退了一步, 就在美洲狮扑向吉姆的瞬间, 吉姆立即开枪, 美洲狮发出哀鸣声, 逃入了灌木丛中, 吉姆和大卫冲向辛迪, 发现他还活着, 经过一场持续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后, 他只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的孩子是否安全, 在听到他们都平安无事后, 辛迪松了口气, 吉姆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但不幸的是, 在到达医院后, 辛迪因伤势过重已经去世, 同时, 史蒂芬也被送往了同一家医院, 他的头皮被撕裂得非常严重, 需要缝合70多针, 除了头部的伤势, 史蒂芬的牙齿也被击碎, 下颌骨也出现了严重的错位, 为了恢复正常咬合和面部外观, 医生决定进行下颌骨矫正手术, 事后, 当地警方对袭击现场进行了彻底搜查, 他们发现美洲狮死在了距离辛迪150米远的灌木丛中, 经过初步检查, 确认他死于吉姆的枪伤, 这只美洲狮袭击事件引起了社区的广泛关注, 通过深入调查发现, 袭击辛迪的是一只年幼的美洲狮, 他可能是被母亲抛弃的, 饥饿和绝望去使他发动了这次袭击, 加拿大总督追授辛迪为勇气之星, 以表彰他的英勇行为, 人们对辛迪的勇气都深表敬佩, 有超过600名悼念者参加了他的葬礼, 其中包括吉姆·马尼恩, 第二起事件发生在美国胡德山国家森林, 据外媒报道, 一名55岁女子在美国的俄勒冈州失踪近两周后, 警方在胡德山户临站附近找到了这名女子的汽车, 并在距离汽车90米的一条临间小路发现了她的尸体, 经过试检后确定该女子是遭到了美洲式的袭击, 根据戴安娜的家人介绍, 55岁的戴安娜生前是一名狂热的徒步旅行者, 她很享受探索自然的乐趣, 2018年9月8日, 戴安娜计划驾车前往位于波特兰东南64公里处的维尔奇斯村游玩, 这个村庄靠近胡德山国家森林, 胡德山是美国俄勒冈州最高的山峰, 同时也是全世界著名的滑雪胜地, 因此, 这里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挑战滑雪的极限, 胡德山国家森林地形崎岖, 并有超过100万英亩的乡村景观, 是探索者们的理想之地, 在这次特殊的旅行中, 戴安娜决定独自启程, 她在经过胡德山国家森林时, 被那里美丽的景色所吸引, 于是她决定先在此地欣赏一会风景, 戴安娜将车停在胡德山户临站附近, 那里有一条起伏不定的小路, 沿途有绝美的风景和绝佳的观景点, 这条小路总共有14公里长, 随着这次徒步旅行的第一个观景点的结束, 悲剧也随之降临, 胡德山国家森林中的崎岖地形, 正是美洲狮的理想栖息地, 美洲狮也被称为山狮或山猫, 它们通常是孤独且胆小的动物, 善于伏击捕食, 虽然美洲狮具备快速追捕猎物的能力, 但通常它们更倾向于采取突袭的方式, 就在戴安娜沿着小路前行时, 有一只美洲狮正在寻找食物, 它敏锐的嗅觉嗅到了戴安娜身上的气味, 随后将目光锁定在她的身上, 随后她瞄准着她, 美洲狮静静地观察着戴安娜, 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攻击, 突然间, 美洲狮从背后扑向戴安娜, 将她压在身下, 随后她瞄准戴安娜的颈部咬下了致命一击, 戴安娜在被美洲狮扑倒后, 她奋力踢打着仕途自卫, 但美洲狮的力量太过强大, 在那棕色的毛发之间, 戴安娜看见了美洲狮锋利的牙齿, 美洲狮无情地撕咬着她, 当戴安娜拼命试图推开美洲狮时, 她的手又被咬伤了, 片刻之后, 美洲狮再次咬住戴安娜的脖子后部, 戴安娜挣扎着想要逃脱, 但不幸的是, 美洲狮强大的咬合力导致戴安娜的颈部骨折, 血流不止, 戴安娜的意识也逐渐模糊, 这场突如其来的攻击让戴安娜措手不及, 戴安娜失踪后, 她的家人立即通知了当地警方, 警方立即组织了一支搜救队, 他们先是在护林站附近找到了戴安娜的车辆, 随后, 搜救队沿着小路进入了树木茂密的地区展开搜索, 经过两天的艰苦搜寻, 警方最终在一条小路发现了戴安娜的尸体, 戴安娜的尸体上有至少12处被撕裂的伤口, 大部分伤口都集中在她的手和脖子后部, 她的脖子扭曲得令人发指, 这对戴安娜的家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这次的袭击事件令当地居民和官员感到震惊, 因为通常情况下, 美洲狮是胆怯的动物, 当他们察觉到有人类接近时, 他们会选择远离人群, 在确认戴安娜的死因是美洲狮袭击后, 野生动物官员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 他们在胡德山国家森林的小路附近安装了摄像头, 希望能够捕获到美洲狮的踪迹, 经过三天的监控, 他们终于从摄像头中捕捉到一只雌性美洲狮靠近戴安娜袭击地点的画面, 官员们怀疑这只美洲狮就是袭击戴安娜的凶手, 当地警方和搜救犬立即行动起来, 展开了对这只美洲狮的追捕, 这只美洲狮并没有离开那条小路太远, 他一直在附近徘徊, 当他察觉到有人正在靠近时, 他试图找到一个隐蔽的藏身之处, 然而搜救犬根据气味追踪到了美洲狮的踪迹, 为了防止袭击事件再次发生, 警方将美洲狮击毙了, 随着枪声的响起, 美洲狮沉重地倒在地上, 随后, 这只美洲狮被送到位于阿什兰的美国渔业和野生动物服务法医实验室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最终通过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将这只美洲狮的DNA与戴安娜的DNA进行比对, 确认就是它袭击了戴安娜, 这只被杀死的雌性美洲狮重约30公斤, 虽然体型相对较小, 但强有力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 足以造成致命的伤害, 俄勒冈州渔业和野生动物部门对这次袭击的动机表示不明确, 因为调查发现这只美洲狮并没有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 此外, 在对这只美洲狮进行狂犬病检测时, 结果成因性这排除了狂犬病导致攻击的可能性, 事发后, 有许多人猜测可能是戴安娜的行为或姿势使美洲狮感到了威胁, 触发了她的防御本能, 才导致了袭击事件的发生, 当地警方表示, 俄勒冈州目前大约有6600只美洲狮, 虽然警方此前收到过一些关于牲畜和宠物被美洲狮袭击的报告, 但在这起事件发生之前, 俄勒冈州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美洲狮袭击人类致命的案件, 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俄勒冈州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称, 戴安娜的袭击事件发生在一个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他们建议徒步旅行者要避开这些危险的临间小路, 尤其是美洲狮活动频繁的区域, 至少这样可以降低与野生动物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70岁男子将狮子当宠物养, 结果竟被三只狮子群攻致死, 场面十分凄惨, 事发后, 三只狮子被救援队击毙, 引发网友热议, 不是狮子的错, 三只狮子不应该为男子的不幸死亡负责, 据《环球网》报道, 2019年8月20日, 在南非比勒托利亚北部哈曼斯克拉尔的野生动物保护区, 70岁的养狮人莱昂范比利翁, 在修补狮子营地破损的围栏时, 意外遭到自己饲养的三只狮子撕咬, 结果不幸重伤身亡, 紧急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但他们无法到达莱昂身边, 因为他被狮群包围着, 为了让医护人员进入围栏治疗莱昂, 三只狮子均被射杀, 1985年, 莱昂和他的家人迁居到南非比勒托利亚北部, 当时那里只有一片开阔的田地, 但莱昂对大自然和野生动物的热爱使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将这片土地转变成了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他不仅引入了多种野生动物, 还建造了各种自住式小屋, 为游客提供了舒适的住宿和壮丽的观景体验, 在这片保护区里, 游客们有机会近距离观赏到黑斑铃和牛角铃铃等小型动物, 同时还有大象、豹子和水牛等大型动物, 这个保护区逐渐成为了人们逃离城市喧嚣, 寻求宁静和休闲的理想场所, 莱昂的孩子们也是在这个保护区长大的, 他们与野生动物为伴, 享受着与自然亲近的乐趣, 而莱昂的激情和努力也带来了事业上的成功, 2006年, 莱昂购买了三只狮子幼崽, 并将它们圈养在马哈拉观景狮子营地, 他给这三只狮子取名为蓝博、中田和卡特林, 他们也随之成为了保护区的明星, 莱昂会向参观的游客详细讲解有关狮子的知识, 为他们提供喂狮子的饲料, 并带领游客乘车参观这片野生保护区, 莱昂整天都和狮子们待在一起, 有时甚至在狮子们的围栏里过夜直到天亮, 虽然他已经有两个女儿了, 但莱昂对待这三只小狮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全心全意地照顾他们, 这三只狮子对莱昂也表现出了忠诚和温顺, 至少在他们生活的前13年里都是这样的, 莱昂成为了保护区中的一个传奇人物, 他也因此被当地媒体誉为狮子人, 莱昂的狮子营地成为了保护区的一大亮点,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莱昂用自己的独特方式, 为游客提供了难忘的旅行体验, 他愿意与游客分享近距离观察这些顶级捕狮者的机会, 但狮子与游客之间, 只靠一层薄薄的铁丝网分隔开, 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在动物保护区中, 这些狮子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人类驯化, 他们从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这里, 与人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当莱昂在围栏内与游客们交谈时, 他会抚摸狮子的毛, 并与他亲密互动, 让他们展现出与人类和谐相处的行为, 莱昂还会定期举办关于野生动物的讲座, 向游客们传达保护野生动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 每天的喂食时间是游客们最期待的时刻, 到了晚上, 游客们可以躺在自己的小屋里, 听动物们的叫声, 这些声音在保护区中回荡, 给游客们带来了一种神奇的体验, 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前, 莱昂已经70岁了, 他计划将这个食园以22万英镑, 约合188万人民币的价格出售, 因为他想退休了, 他一生都在为这个保护区工作, 现在是享受与他不断壮大的家庭共度时光的时候了, 2019年8月20日, 莱昂像往常一样充满热情的为游客们提供每日的讲座和游览活动, 下午5点左右, 莱昂发现狮园中的一处围栏受损, 需要进行修补, 于是莱昂独自一人拿着工具进入狮园, 当他走进围栏时, 注意到三只狮子正悠闲地趴在架子上, 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或敌对的行为, 莱昂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 因为他之前经常进入狮子围栏与他们互动, 他知道如何与狮子们和谐相处, 此时莱昂平静地走到破损的围栏旁边, 背对着三只狮子, 他跪在地上开始修补工作, 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在背对着狮子的同时, 失去了对他们行为的直接观察, 他没有察觉到狮子们开始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当莱昂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时, 其中一只名叫兰博的狮子紧紧地盯着莱昂, 兰博没有犹豫, 他直接从一个围栏平台上跳下来, 莱昂回过头时, 他惊讶地发现一只狮子正在迅速接近他, 由于袭击发生得太快, 莱昂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兰博就已经咬住了莱昂的脖子, 他锋利的牙齿深深地刺入莱昂的肉体, 狮子的凶猛攻击让莱昂无法动弹, 其他两只狮子看到这一幕, 也立刻加入了这场残酷的围攻, 他们发出恐怖的吼叫声, 撕咬着莱昂的身体, 造成了更多的伤害和痛苦, 莱昂感到自己的肌肉被撕裂, 骨头被咬碎, 他的呼吸变得困难, 痛苦和恐惧笼罩着莱昂,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里, 莱昂奋力抵抗,发出绝望的呼喊声, 工作人员听到呼喊声后立刻赶到现场, 眼前惊心动魄的场景让他们几乎无法相信, 莱昂被园中的三只狮子紧紧包围着, 他们的身上散发着一股野性和不友好的气息, 再加上他们张牙舞爪的姿态让人感到一种原始的恐惧, 工作人员迅速拨打救援电话, 随后他们开始大声呼喊, 敲击气泻,试图吸引狮子的注意力, 为莱昂争取宝贵的时间, 然而,这些狮子对于工作人员的威慑并不在意, 他们低吼着,怒视着工作人员, 相关部门接到通知后, 立即派出几名救援人员前往马哈拉观景狮子营地, 同时,警方也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他们迅速评估了局势, 意识到莱昂的生命正处于危险之中, 然而,由于围栏的限制, 医护人员无法直接靠近莱昂, 经过短暂讨论, 警方决定击毙园中的三只狮子, 以便医务人员能够进入围栏,救助莱昂, 随着枪声的响起, 三只凶猛的狮子被击倒在地, 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迅速进入围栏, 此时莱昂躺在地上, 没有任何动静, 鲜血从他脖子上的伤口不断涌出, 他的状况看起来相当危险, 莱昂被紧急送往医院, 但为时已晚, 莱昂在被送往医院后不久, 就因失血过多不幸去世了, 莱昂将这些狮子亲手养大, 还曾把他们抱在怀里, 与他们一起入睡, 他认为自己对这三只狮子了如指掌, 然而, 他从未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或许是因为与野生动物们长期相处下来的情感, 让他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然而, 事实证明, 野生动物的本性无法完全被驯化, 即使是与他们长期相伴的人, 也不能对其行为做出绝对预测, 一位知情人指出, 莱昂不应该背对着那些狮子, 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事情发生得非常突然, 没有人有机会及时阻止或拯救他, 在此期间, 消息迅速传开, 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同时也对野生动物保护区的安全措施提出了质疑, 击毙三只狮子的举动引起了一些动物保护主义者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过度反应, 捕猎本就是狮子的本性, 三只狮子并不应该为莱昂的不幸死亡负责, 野生动物监管机构表示, 这起死亡事故是个意外, 三只狮子不应该被处死, 他们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教育公众的例子, 但也有人称, 狮子本来就是猛兽, 它一旦吃过一次人, 就可能再次发生类似的袭击事件, 所以必须射杀, 莱昂的去世让他的家人感到十分悲痛, 对他们来说, 感到些许安慰的是, 莱昂是在他热爱的工作场所, 与他所热爱的动物在一起是离世的, 近年来, 圈养狮虎等大型野生动物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因为有利可图, 甚至不乏违法偷运, 走私珍惜野生动物等事件, 这种趋势主要受到其中经济利益的驱动, 然而, 这一趋势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 许多个人或机构并不具备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知识, 且没有获得政府相关部门的许可和监管, 这就导致被圈养动物袭击人类的事件频发, 根据科学家对于实际情况研究的数据表明, 在南非的野生保护区里, 圈养狮子的数量远远超过野外环境中的狮子数量, 也就是说各种公办, 私立的野生保护区里占据了大量的狮子, 其中狮子的保护区就有足足200多家, 这种现象似乎偏离了建立野生保护区的初衷, 使得这些地方更像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野生动物园, 自1996年到2020年期间, 在南非共发生了58起大型猫科动物, 包括狮子、猎豹、老虎袭击人类的事件, 这些袭击事件导致2名未成年人, 15名成年人以及6名饲养人员身亡, 其中狮子占据了致命袭击事件当中的94%, 研究人员指出, 实际上的袭击数字可能比这要高得多, 因为有一些袭击事件根本没有上报, 尤其是饲养者面临的危险更大, 因为他们和这些猛兽接触的数量更多, 目前,南非饲养的狮子有将近8000头, 猎豹有600头, 再加上包括老虎在内的大型猛兽, 可以说,这让很多当地居民都生活在危险当中, 此外,一些饲养人员有意无意跟狮子、猎豹等动物走得太近, 会给游客造成一种假象, 似乎这些动物是安全的, 但动物福利组织的主任菲奥纳表示, 他们发现在人类与动物频繁互动的场所, 动物似乎都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后就会发起猛烈的攻击, 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与人类频繁互动的动物, 会对人类表现出较少的攻击性, 但在某些情况下,即使动物在圈养环境中长大, 也可能具有潜在的攻击本能或行为, 这可能是由于长期禁锢, 缺乏自然环境和正常行为模式的情况所导致的, 显然,莱昂对他的三只狮子深爱有加, 甚至将它们视为自己的孩子, 这三只狮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笼子外度过的, 从未发生过任何射击狮子对游客表现出攻击性的事件, 可莱昂还是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被自己亲手养大的三只狮子撕咬致死, 狮子最终也遭受了毁灭性的结局, 南非男子救下两只白狮, 惊心喂养五年后, 竟被其活活咬死, 妻子在一旁目睹全程, 事后家人却说不是狮子的错, 两只白狮可能以为自己在与主人玩到没控制好力度而已, 据《非洲时报》报道, 2020年8月27日, 在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附近的树顶小旅馆, 一位68岁的男子被自己饲养的两只成年白狮袭击, 身后的妻子驾车试图分散白狮的注意力, 但为时已晚, 最终男子因失血过多, 在救援人员赶到之前不幸离世, 68岁的维斯特马修森是一位环保主义者, 他在南非林波波省经营着一家名叫树顶小屋的旅馆, 由于热衷与动物保护, 维斯特在非洲野生动物保护界被亲切地称为西部大叔, 早在五年前, 维斯特从南非的一个狩猎园里救下了两只紧一周大的小白狮, 如果不是他的干预, 这些狮子在长大后可能会被释放到丛林中成为猎人的猎物, 根据环球白狮保护信托基金会网站的介绍, 白狮最早被发现于南非地区, 当地的土著居民称之为神圣的狮子, 由于其极为罕见, 白狮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 自发现白狮以来, 人们就开始以猎杀白狮为娱乐, 或者将其圈养, 甚至将其送到动物园以谋取商业利益, 维斯特认为这种行为是残酷的, 他无法忍受这两只雌性幼狮被养殖已被屠宰, 白狮之所以具有白色的毛发, 是由于一种罕见的基因突变, 而并非患上白化病, 由科学家研究表明, 白狮可能是一种远古的品种, 生活在北极等较为寒冷, 被冰雪覆盖的野生环境中, 白狮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保护色, 后经生物演化, 这一物种逐渐消失, 但白色毛发的基因仍存在于现今少数黄色非洲式的体内, 所以最初在南非发现的白狮幼崽的父母, 都是黄色毛发的非洲狮, 后经人为饲养繁育, 形成了现今的白狮家族, 现如今大多数幸存的白狮都生活在南非低地草原等地区内, 它们是一种稀有动物, 但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保护, 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 全球范围内野生白狮的数量不足300只, 比大熊猫还要稀有, 再加上白狮的生存环境非常苛刻, 它们长期受到非法猎杀, 环境污染,栖息地缩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白狮的数量不断减少, 目前全球仅有一些少量的野生白狮群落存活下来, 而它们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因此维斯特将这两只白狮买下后, 将它们带回了树顶小屋旅馆, 维斯特对这两只白狮倾注了无尽的关爱, 以确保它们得到了专业的照顾和良好的生活条件, 维斯特还给它们取名为坦纳和黛米, 这两只白狮也成为了旅馆真正的亮点, 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 白狮的自然栖息地包括西数草原、林地和沙漠地区, 它们原产于南部非洲的大提姆巴瓦地地区, 目前在南非中央克鲁格公园受到保护, 在野外被猎杀灭绝后, 2004年重新引入了白狮, 随着地姆巴瓦地地区和周边自然保护区禁止猎取战利品, 2006年该地区诞生了第一只白狮, 维斯特为了给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 制定了一个详细的计划, 其中包括与小狮子玩耍的时间段, 每天待它们散步至少三到四个小时, 渐渐地这两只白狮成为了维斯特的家人, 维斯特会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这两只可爱的白狮, 并在网站上发布了许多客人和白狮亲密接触的照片, 这些照片迅速在网络上走红, 为坦娜和黛米带来了广泛的关注, 然而随着坦娜和黛米的成长, 它们变得越来越强壮, 并且需要更多的锻炼和活动空间, 维斯特意识到它们的嬉戏越来越像成年狮子之间的打斗, 但它仍然会像以前一样全心全意地对待它们, 它经常用双臂紧紧拥抱着它们巨大的头部, 并与它们一起嬉戏玩耍, 然而随着坦娜和黛米体型的增大, 它们的力量对于维斯特来说有些粗鲁, 它必须小心谨慎, 以确保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 尽管坦娜和黛米从未对维斯特, 它的家人或任何访客表现出攻击性, 但有一些迹象显示它们仍然具有强烈的狩猎天赋, 据了解, 在2017年的时候, 两只白狮从圈养的围栏里逃了出来, 它们注意到了正在收集木材的库鲁贾斯蒂斯, 其中一只白狮朝贾斯蒂斯冲了过去, 将它扑倒在地, 而另一只白狮则站在一旁观看, 贾斯蒂斯惊恐地尖叫着, 它的同事在听到呼救声后立刻赶来帮助它, 它们捡起石块朝白狮扔去, 白狮被吓跑后, 同事们立即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 救援人员赶到后将贾斯蒂斯送上救护车, 贾斯蒂斯浑身是血, 腿和胸部都被撕裂得血肉模糊, 几天后贾斯蒂斯在医院不幸去世, 医生无法确定他的死亡是由攻击 还是他潜在的糖尿病症状引起的, 面对这起悲剧, 维斯特席特赫里告诉记者, 他们一家人都很喜欢这两只白狮, 而且一天大部分时间都跟他们待在一起, 他认为这只是一次意外, 而维斯特在接受《非洲地理》杂志的电话采访中, 表示他确信那只袭击人的白狮只是想玩耍, 如果白狮真的想杀贾斯蒂斯, 那么他在五秒钟内就会丧命, 无论这个说法是否真实, 坦娜和黛米仍然暴露了作为野生动物所拥有的原始力量, 尽管这两只白狮已经有过袭击人类的行为了, 但仍有大量游客前来探访他们, 每天的访客人数甚至达到了上千人, 许多游客都想获得与这两只白狮一同散步的机会, 可见, 这两只白狮简直是旅馆的招牌和吉祥物, 当时的维斯特对这件事也并没有过多的关注, 毕竟是自己亲手养大的白狮, 他从未担心过有一天狮子会伤害自己, 但问题是狮子成年之后完全不是人力可以抵抗的, 成年狮子就算本身没有恶意, 在和人普通打闹的时候, 也会因为自身力气过大而对人体造成伤害, 到时候甚至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了, 2020年8月27日, 阳光明媚的一天, 维斯特像往常一样带着已经五岁, 重达400磅的成年白狮散步, 维斯特在远处呼唤着坦娜和黛米, 两只白狮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向他, 维斯特的妻子吉尔则开着车跟随在他们身后, 微风扶过茂密的灌木丛, 对吉尔来说, 看着丈夫在非洲丛林中行走, 两只庞大的白狮守卫在身旁, 这无疑是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 但对于维斯特来说, 是梦想成真的时刻, 作为一位热心的保护主义者, 他一直渴望能够在大克鲁格地区与动物互动, 在散步过程中, 两只白狮开始打闹, 这并不罕见, 他们经常以这种方式玩耍互动, 因此, 维斯特并没有立即干预他们的行为, 而是站在原地, 眼睁睁地看着这两只白狮相互扭打, 他能听到狮子发出低沉的咆哮声, 坦娜和黛米将对方按在地上, 嘴里咬着对方的毛发, 他们之间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激烈, 突然其中一只白狮跳了起来, 向维斯特扑去, 将它撞倒在地,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维斯特来不及保护自己, 白狮开始在维斯特的身上抓闹, 周围的尘土飞扬, 他大声呼喊着试图让白狮停下来, 结果另一只白狮也扑了上来凶猛地攻击着维斯特, 吉尔察觉到异样后, 立即按下汽车喇叭, 从车窗大声喊叫, 随后吉尔试图驱车下走白狮, 当白狮离开维斯特后, 吉尔立刻跑到他的身边, 维斯特身上的伤口血流不止, 周围的土地被鲜血染红, 吉尔立即拨打了紧急救援电话, 随后试图止住维斯特脖子上的出血, 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时, 维斯特已经在吉尔的怀中离世, 他身上还有多处伤痕, 袭击发生得太快, 吉尔无能为力, 最终通过尸检, 发现维斯特的颈动脉 失血过多离世的这起血腥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再次证明了家养狮子在成年后仍然保留着野性本能, 无法完全控制, 资深的野生动物保护者维斯特就这样死在了他中外的两只白狮的袭击中, 这十分讽刺, 许多国际媒体都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事发后, 肇事的坦娜和黛米飞奔夺进了保护区, 社区警察立即赶往现场, 两只白狮当即被注射镇惊剂, 目前他们已经被转移到了一个宾威物种中心, 此后计划将他们放归野外, 该小旅馆的发言人表示, 德米和坦勒不会被处死, 他们强调说, 维斯特非常爱这两只狮子, 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他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陪伴他们, 和他们一起摔跤, 玩耍, 两只狮子并非有意伤害他, 这只是一起令人悲伤的意外事件, 据了解, 当地的一个名叫血狮运动的组织一直反对圈养狮子, 幼失以及狩猎狮子的行为, 血狮运动的发言人介绍说, 维斯特的悲剧在南非养狮子圈子里并不是孤立, 南非政府曾发表过一份声明, 指出在过去十年中, 至少发生了四十起类似的事件, 导致其中四分之一的人不幸离世, 而这只是媒体报道过的事件, 可能还存在很多尚未报告的案例, 狮子和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一样, 不管他们是从小养大还是野生捕获, 他们都不适合作为家养动物, 无论这些所谓的大猫平日里多么温顺, 一旦爆起, 人类根本无法应对其强大的力量和攻击性, 世界上仍有许多饲养大型动物的人, 然而弊端就是, 在饲养大型动物的过程当中, 每天都会有人受伤, 这并不令人意外, 因为饲养大型动物的人时刻都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 当然作为回报他们也赚足了面子和关注, 维斯特的家庭律师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尽管维斯特的家人感到悲伤, 但他们并不认为是白师的错, 维斯特的儿媳特赫里告诉媒体, 维斯特和他的四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两只大猫, 他相信, 坦娜和戴米并不是真的想要伤害维斯特, 这只是一次悲剧性的意外, 吉尔还猜测, 可能是因为坦娜和戴米玩耍的动作比较粗鲁, 才会导致维斯特的死, 他表示, 这两只白师并没有试图吃掉维斯特,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当时为什么发生了这样的事故, 但他们之间的互动非常激烈, 声明中还指出, 这个家庭因失去维斯特而心碎,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过着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 这给了家人们短暂的安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